小孩子打針 為什麼小時候打很多針? 大概像我們現在也不用打那麼多針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小時候的小孩 原來有些病例是常見 例如肺炎免球菌 例如鱗臟病毒 常見到一個階段 很多小朋友可以擔心出現病發症和爆發 所以一旦小時候開始注射疫苗 也因為他們未發育完成 疫苗的記憶不足夠 通常就要重複打 所以很多時候可能會二、四、六個月、十八個月 或者二、四、六個月、十二個月 總之重複 可能要兩針或以上 就視乎哪種菌 所以這些疫苗為什麼要打呢? 就是已經有很多很多人 在不同的世界各地 其實是因為這一類的病 死於這種疾病 譬如鱗臟病毒 在非洲可以引起一歲以來的小孩死 急性地搶肚射 因為缺水 失去治療的機會 在這些這麼貧乏的地方 這些嬰兒是可以因為鱗臟病毒 這麼簡單在香港有疫苗打的東西 是死亡的 也是肺炎鏈球菌類似 因為在幼稚園 或者是小朋友 幾年前大家都聽過 是有小朋友因為肺炎而過身 所以這些常見的一些病菌 就好像我們現在面對的新型冠狀病毒一樣 科學家已經很努力去找疫苗的方法 而我們這些已經是很多年很多人打過的疫苗 其實在政府的層面 就有推廣一個 叫做基本小朋友在香港要打的疫苗 原來我們如果把我們的香港疫苗 和外國比較特別是英國 那你就可以想像到 原來有一些當地需要的菌 在那邊有打 而香港還未開始 其中一個就是穴形腦膜炎 原來過去十幾年內 英國的穴形腦膜炎是正在升 去到一個階段是太多 所以國民保健署 就要求現在每個BB都開始打 兩個月開始已經打了 他們都要打大概幾針 四針 遲了開始的話 就可能就不用打那麼多 但其實問題就會起 你需要做保護的時段 就沒有了疫苗保護 所以寶寶仔打很多針 我們都明白 他是肉赤 爸爸媽媽 但真的可以打針保護的話 就果斷一點 要適當的時候做 所以很多時候 一個身手父母最重要的 就是問多些人 和醫生了解一下 為什麼要打疫苗 其實這些疫苗大致上都是安全 如果你問香港政府提供的疫苗 那個範圍 相對來說 真的還有一些針 是外國有而香港沒有打 其中一個就是 保護中醫炎的HIB 那支針 月形流感視血幹菌 這支針是值得打的 因為曾經曾經 都見過一些個案 在香港 不多 就是一個三十幾四十歲的成年人 他竟然是患了HIB的一個身體的發炎 之後應該是入了血而失救的 所以這些有疫苗保護的病 而且那些針是安全 就應該要考慮打了 在香港來說 政府是基本上提供基本的保護給市民 所以其實就自己要考慮一下 究竟你將來是寶寶的保護想況到幾大 有點像你自己買保險 那你就可以去私家的診所或者醫院那裡注射 destroying他 沒有什麼 尤其是經歷簡單的状況 非常新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